學校周邊整排店家鐵門全部拉下 有的甚至已經生鏽 學生套房出租廣告也早已斑駁褪色 東方設計大學即將走入歷史 連帶影響附近商家面臨收攤 煩惱喔 為什麼煩惱 沒有人 一定沒生意 大家減肩都要求 是喔 對 減肩大家沒生意 這就是要怎樣 這都可好心而已 這都可好心 你們的生意落差會很大嗎 中午是還差蠻多的吧 因為沒有學生 當然就是沒有人 過來的 接過來的 單位還是會帶人找回來 不只學校商圈蕭條 校園也是一片空蕩蕩 教職員拿出紙箱 推車上書本疊高高 把握最後時間 整理辦公室用品全都打包 受少子化衝擊影響 找不到學生又欠缺資金 包含彰化的明道大學 雲林環球科技大學 嘉義大同技術學院 以及高雄東方設計大學 確定8月1號 共有四間私立學校正式退場 合計898名學生 安置分發他校 還有458名教師 面臨退休或資遣 有的難過的 有的覺得就這樣嘛 對啊 覺得該放下就放下 該找新工作就會找新工作 找到了嗎 我還在尋找中 因為原本有要去 原本有去其他學校啦 就是要有面試 經濟部也對環球科技大學 表達有意願來接管 那我們就是近代 行政院的大學退場會議的決定 那我們也尊重教育部 跟行政院的決定 校門口一金一幕 寫上珍重再見 我們畢業了 也代表又有四所 大專院校正式走入歷史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